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受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教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 色彩与心理的暗示 其中这个冷色系 那么这一教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暖色系 看看暖色系究竟包含哪些颜色 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又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和暗示 首先呢,我们一起打开起来推特这个转件 色彩与心理暗示暖色系 在上一教课我们讲冷色系的时候 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色相大体上分为冷暖两大色系 那么这二教课呢,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这儿呢,有这个暖色系的一些色环 我们也可以放大去看一下 它具体细分到哪些 可以看出由黄色到红色这个阶段 其中包括橙色 这三个颜色呢,均属于暖色系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呢 老师在这儿网上又找了一张图片 然后它这个表现呢 很全面,很好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都知道红黄蓝 它这个是原色 三原色,在这儿呢 它是三原色 所以它们这两个颜色毋庸置疑 红色和黄色肯定的就是属于这个暖色系 这块呢,也比较好区分 而橙色呢,它是由这个红色和黄色叠加产生的一种颜色 也称作为这个合成色 橙色是合成色 它介于这二者之间都有这二者颜色其中的一些特点 所以它呢,也归属于这个暖色系 在这里有个简单的介绍 暖色包含红橙黄 以及这三种颜色的变化 它们分别是烈焰 落日与日出和日落的颜色 它们通常象征活力 激情和积极 红黄这两种颜色都属于三颜色 而橙色属于这两种颜色之间 这意味着 红色和黄色是真正的暖色 没有办法通过混合一种暖色的和冷色而获得 三颜色它是属于基础色 你不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暖色和冷色去获得 而其他的合成色呢 都是通过可以通过冷色暖色 去进行一个叠加而产生 而原色呢 你是无法去进行一个叠加的 在色彩中使用暖色体验出激情快乐 热忱和火力的主调来 我们要记住这个颜色所能产生的一种心理特点 它能给我们带来那样的一个气氛 它的关键词我们需要是长期的积累去掌握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红色 红色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颜色 使人联想到烈焰 暴力战争 也可以联想到爱与激情 在古时候呢 它既与恶魔有关 也与爱神丘比特有关 就是会发现 无论就讲到哪一个颜色的时候 它都会有相对的词汇去对比 有正能量的一些因素 也有一些负能量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颜色它也是有这种两面性的 红色与愤怒有关 不过它也与盛大的事件有关 然后再里也再说 在斑梁里上的红地塔就知道了 一些重大的事件 而且我们的国旗也会发现 红色的对位 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红色也预示着危险 这也是交通灯标志 使用红色的原因 然后大多的警告标志都是红色 立即制止的一些警示 都是使用一些红色 而这些像安全性的一些纸质标盘 也有可能会用到这个红色 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说明这种颜色呢 确实起着这个醒目 警醒的一些作用 在西方以外的地方 红色有不同的含义 就是在我国 中国 红色象征着繁荣和幸福 它用来谋情幸运的降临 在其他一些动画中 红色是结婚日 新娘着装的颜色 很喜情 在我国就是红色代表大红 就是大喜 这就对比出来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过在南非红色则是相符的颜色 红色与共产主义有关 因红十字会的宣传在非洲 红色已成为艾滋病 仿制的标志色 在设计中 红色是很重的色彩 如果在设计使用中 过多 注意啊 过多会产生一种压倒性的感官效果 尤其是在使用纯红色时 纯红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竖持 红色的数值R255 这就是选一下纯红色 这只是说你在这个绘图 在做这个平面设计的时候 电脑显示器所呈现的一种颜色 数值255纯红色 没有其他其他的这种颜色的组合 参与 如果设计师想在设计中 添加力量和激情的感觉 红色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颜色 不过浅红色更能体现火力 而深红色则更能体现力量和优雅的一面 红色 它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心理暗示 以及它的一些特有的一些关键词 激情 地量 优雅 橙色 介于这两种颜色之间的一种和冷色 橙色是一种充满生气和火力的颜色 柔和的橙色让人联想到大地及秋色秋天 我们想象这个橙色外皮的颜色 以及就是说高凉成熟的一个颜色 这就是这个柿子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 柿子成熟的时候这种颜色 因此它与季节的变化 就是说秋天的一个颜色 有关橙色一般用来表现变化和运动的感觉 因为橙色也与同名的水果有关 让它联想到健康与活力 UEC 然后以及那个火力城 一些这个饮料上的广告 大多用这个黄色与橙色 进行一个结合 有很多这个跟石灰无关的一些颜色 会经常用到 在设计中橙色不像红色那样强烈 但也能获得观众的注意力 通常橙色更友善和诱人 不像红色那样具有 调性 调性的颜色 动牛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是吧 动牛是拿着一块红色的动牛布 对于牛来说 然后可能这个颜色 在他眼里 可外的这种醒目 具有调性 是不是 然后红色 红色呢 也属于原色 被认为最明亮 最具火力的暖色 注意这两个罪则 它是最明亮 最具有火力的一个暖色 它让人联想到快乐和阳光 不过红色也与欺诈和懦弱有关 同时它带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色彩和影响 红色也与希望有关 在一些国度里 家中有亲人参军打仗的人家绘画 黄色在 红色也与这个危险有关 不过不像红色那么强烈 在一些国度 红色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比如在埃及 红色是奔桑的颜色 而在日本 该色代表勇气 在印度 红色则是商人的颜色 所以有些同学有机会出国 然后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些颜色 分别在哪个国家代表不同的一个含义 在设计中 新红色可以增加 添加欢乐和愉快的感觉 如何的红色 通常作为婴儿和小孩的中性色 我们也会注意一些这个婴儿用品 然后我记忆最深的就是 孩子的一些洗护的用品 沐浴露 然后这种皮皮霜之类的一些东西 他们的包装外壳通常都是这种淡淡的鹅黄色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 淡黄色相对于鲜黄色而言 是一种更内敛的快乐感受 深黄色和金黄色很有骨韵 当需要营造一种运红 那感觉是则使用这种颜色 讲到这儿呢 就是暖色的这种三个色就讲完了 然后在这儿呢 为了让同学们更充分的理解 这个颜色 将来我们也会做这个红色呢 都属于一个色相 但是深红浅红不同呢 我们或者说你这个橙色 也是深浅不一 都属于同一个色相 但是我这个 看上去会有这个明暗的一些变化 我们也会引入一个概念 叫HSB HSB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打开这个实色器 会在这儿会看见 HSB这种三种模式 那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HS呢 是代表这个色相 色相的意思 我们拖动这个指针 双向的这个指针 我们会看到 它的色相一直会在改变 这个数值是一直在变化 会在这儿看360度 正好是这一个圆盘 当它在360度的时候 这个为红色 那下降 下降到这个零度的时候呢 也是为红色 就是一周循环360度 一周正好循环回来 色相 你任意的调整 它这个只有这个色相 我们都知道 色 颜色 带给我们本身的一种视觉 让它一些变化 我们肉眼能够区分的 这一些颜色 这是色相 那S呢 我们会观察它的百分比 它只有就是说 从0%到100% 这样的一个变化 它代表的是一个 它代表的是纯度 我们会发现 因为我刚才选的是红色 就在发现红色在慢慢的变浅 也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纯度 它的降低 那么B呢 就是它的一个 明度 这是我们在第三点会讲的色彩 三大基本要素 在这里呢 通过它的变化呢 老师希望同学们 对它这三个概念 印象更能加深 也有变 能更好的一个区别和区分 将来我们说要调整明度了 或者调整这个饱和度 就是说纯度 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什么概念 怎么去调 明度呢 就是说这个颜色 它的一个 你看 都没有变 它的其他的都没有变 只是它在一直在这个变化 明度为0的时候 它就是纯黑的 慢慢的 变暗 颜色 颜色也是一样 这样是引入这么一个HSB的一个变化 然后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老师在这个网线上截的一张图 来这个充分的说明一下这个颜色对于我们心里的一些暗示 像淘宝网它就用了这个橙色 橙色通常代表的一些含义 比较有活力 然后看上去很踏实 充满活力 同时也代表了这个年轻 与时尚 需要有代表性的一些颜色 那么蓝色呢 是属于这个冷色 我们都知道上课之前也学了 人人网和这个写程 那么它具有这种稳重 踏实的这种特点 可能也是它设计这个 底色的一个原因 把它放在这个底色的一个原因 那么绿色呢 360导航360商城 它是具有这种诚实安全 这种因素色彩的一种特点 黑色和白色 我们下课就要讲到 这个色彩于新年二十里的中性色系 那么这条课呢 就讲这么多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